以摩西为宗宝 上帝将自己的律法赐给他的子民以色列 慈戒是律法的最终体现 他规定了上帝子民应遵循的道德之律 律法的最终目的 就是促使人类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位救赎主 让我们来查考十诫中的第九条诫命 以理解其中既深切又实际的含义 让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首先第一 第九条诫命的实际含义 第一 作假见证必会害人 这其实涉及到律法的证词 上帝为什么会恼怒那些作假见证的人呢? 因为作假见证并指控那些无辜者 没犯的罪行 会对被告者造成巨大的伤害 耶稣说 全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并且也要爱人如己 作假见证根本就不是出于敬畏圣洁的神的行为 更不符合爱人如己的道理 我们必须竭尽所能 确保自己不会作假见证而伤害无辜的人 上帝憎恨那些作假见证的人 如果谎言证实一旦被公认 无罪的人被定罪 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必要一同临到作假见证之人的身上 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第二 关注真实和正义知识 人类的创造主非常看重事实 因为祂的话本身就是真理 所以上帝特别关注律法对正义的定义 身为圣徒的我们 应该比其他人更关注圣经对真理和正义的定义 那些作假见证的人将自食其果 同时我们也不可在穷人诉讼的事上弯曲正义 我们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害那些无辜和正义的人 我们也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一位明眼的人变瞎了 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在法律上 我们不应该急着判人是否有罪 而应该在人被定罪后才参与指控 第三 我们言语的真实性 不可作假见证的诫命不仅应用在法律的场合上 这也针对我们平日的言语的真实性 是否有流言、蜚语和诽谤之类的问题浮现出来 正如法律证识 当我们散播谣言或道听诉说 导致朋友、家人和熟人质疑他人的人格和名声时 这种假见证就会使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说三道士和污蔑人是如此的邪恶 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将这些罪行列入了使上帝震怒的过犯的名单中 第二 若有人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完全遵守这第九条诫命 就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 每个人在这条诫命面前都是有罪的 诗篇116篇11节说 人都是说谎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说谎 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触犯过这条诫命 有时人会选择性地聆听他们所要听的 而有时人会提出真假参半的评论 有些人因为听了别人的言词 就很容易地对那人产生反感 合理化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上所说出的言语 有时人甚至会严厉地控告其他人 说出真假参半的言语 即使对方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很容易在大大小小的事上违反这条诫命 所以我们应当谨守 做一个坚持守护事实和真理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在上帝面前 心思意念需要完全平衡 既有喜乐也有节制 充分地了解情况和所涉及到的人 才能完全遵守这条诫命 第三 至于人无法遵守上帝的律法 这条诫命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已经遵守了第九条诫命 但事实上 我们却在背后散播谣言或传播丑闻 甚至攻击他人 上帝的律法其实是一面禁止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性与上帝有何等的悬殊 如果我们说出对人不公平的话 告诉别人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或者告诉别人一些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的事实 我们绝不能为这样的罪行来加以辩解 认为自己还在遵守上帝的律法 相反的 有罪的人就应当悔改 我们只能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致死这罪 我们每一位都必须注意 不要去颠倒是非 不要随意诬告人 说出不负责任的言论 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如果我们要得着得救的确据 面对和实践上帝良善的贱命 是必不可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